为什么现在的女性越来越强势啊? 我们今天就心平气和地来谈一谈未来的男女之间的那个平衡 我在十几年前我就预言过 二十一世纪是女性的世纪 现在慢慢地在兑现了 你看这个女性的主管、经理、老板是越来越多 全世界的女性的领袖也是越来越多 然后呢你到学校里边去看看那个女生的成绩也是越来越好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 当女性越来越抬头的时候 是不是女性她们越来越幸福呢? 答案是No 因为我的学生里边有很多很年轻的女性 他们说啊 老师啊你要多鼓励鼓励这些小男生啊 因为我们根本嫁不出去 找不到一个像样的 没有一个争气的 就是这么回事吧 所以二十一世纪其实不是女性抬头 而是男性越来越懦弱 越来越不争气 所以我也经常也向那个男性的朋友发出警告 我说啊 你们再不争气的话 你们就变成人类的种族 那是男人很丢脸的事情啊 对不对啊? 你出去社会你什么都不会 你还有种当男人吗? 男人要争气啊 感谢观看